另立中央,那国家就分裂了,就有可能南方和北方打起来了,发生内战了,弄成那个局面,那一家伙出了事,那就添大了事。 那领导者就避免了,所以功劳添大。 而且动机很纯净,没有什么政治阴谋啊,没有什么,就是他处于一种对国家,对党的一种责任感。 有没有他精神不正常? 那个时候应该说还正常,那个时候还正常。